HELLO 大家好 我是芒果 今天我們來介紹一副赤面龍的牌組 首先看到智灰星我們放了一張 他的特性是一回合使用一次把手牌補滿三張 他的攻擊招式正常來講應該是用不太大 打60滴看對方的前排能量數量乘20 所以對方如果有三顆的話 我們就打120滴 OK 基本上他只是個功能牌補手牌用的角色 再來就是我們青鳥 青鳥第一招抽一張牌就這麼簡單 第二張牌就是我們的進化七系青鳥 他的特性是將自己場上龍系寶可夢攻擊力加20 所以你有兩隻的話可以加40滴 還蠻酷的 這也是一張功能卡 攻擊招式基本上也用不太到 再來就是我們的老翁龍 老翁龍是一個充能的手段 第一招打20滴 可以從墓地減一顆基本能量 衝到自己場上的龍系寶可夢身上 還不錯 第二招打80滴就這麼簡單 所以說如果場上有兩隻七系青鳥的話 那我的老翁龍也可以打到60滴 其實還蠻痛的對不對 OK 接下來就是我們的主角赤面龍 赤面龍的特性是當對手打他 有打攻擊成功的時候 自己也會扣到3顆傷害指示物 好酷喔 所以說不管有沒有打死 他都會扣到30滴傷害指示物 還不錯 那他的攻擊招式打100滴 這麼簡單對 那有人覺得說還蠻鳥的 才100滴而已 不多吧 還要三顆能量 芒果跟你講 他就是因為他也是小人牌 所以小人牌就是幾乎都是用膜的 有沒有發現用膜的 所以說你打他自己要先扣30 那你扣30之後 再被我的老翁龍 或者是被我的菱形妹妹打 那是不是他有可能又受重傷了 那受重傷之後 我的赤面龍可能養出來的時候 對方可能會猶豫說 要不要打 要不要打 如果打了可能會自殺 有沒有發現 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概念 好 那接下來就是我們的妹妹 妹妹剛剛有提到 對不對 好來打30滴 從目的減基本能量 衝到自己後排的 基本龍系寶可夢身上 那正常來講 就衝給我們的誰 衝給我們的老翁龍 跟我們的赤面龍 那所以這張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你使用的時機 也非常非常的重要 好 那這就是我們的 菱形妹妹拉蒂亞絲 接著就是我們的腳踏車 來 翻牌組上面兩張牌 然後一張上手 一張丟掉 那正常來講 丟的話就丟我們的能量 為什麼丟能量 因為就可以發動我們的老翁龍 以及我們拉蒂亞絲的攻擊附加效果 可以充能量 對不對 就這樣子 OK 那再來就是保障 保障的特性是 我丟掉一張手牌 從牌組拿一隻龍系 或者是超能力系的寶可夢到手上 那正常來講 我們這部牌整副幾乎都是龍系 有沒有發現 所以說我們一定丟能量 或丟不需要的牌 然後拿我們的龍系的寶可夢到手上 就這麼簡單 那再來就我們巢穴球 巢穴球可以抓誰呢 可以抓我們的小青鳥 可以抓我們的智慧星 因為芒果曾經沒有放巢穴球發現說 我的小青鳥跟我的智慧星 完全出不來 也超尷尬的 所以芒果硬放了兩張 好 結果使用下來覺得還不錯 還不錯 那接下來就是我們的單架 單架因為小人牌 所以說有可能會死大量大量死掉 所以我放了兩張單架 就是說以防就是說 我們的赤鱔龍 如果真的死光光 或是誰誰誰死光光的情況下 我們至少還有兩張單架 可以把它救回來 或者是洗回牌組都可以 再來就我們高級球方式 實際上也完全沒有問題 來龍系場地 龍系場地 增加自己 全場全場 全場 惡系跟龍系的寶可夢 攻擊力10低 還不錯 所以說我們的老歐龍 剛剛講過了 如果兩隻七七星鳥的話 我們可以打60低 加個場地 可以變成70低 也蠻痛了吧 再加上來 你看一下 如果我們的赤鱔龍 有兩隻七七星鳥的話 我們可以打到140低 加上場地變成150低 如果對方真的把我打死的話 自己扣30變成 他自己已經中傷了180低 180低 蠻痛的吧 你們發現 好酷喔 OK 再來就是我們的 竹籃4張沒問題 古芝麻3張 莉莉愛4張 好 那這些都沒什麼問題 來看到這個 新卡 我們7.5的新卡 龍爪 龍爪它是個裝備卡 專門裝備在龍系的 寶可夢身上 那你裝備在龍系 寶可夢身上的話 對手攻擊他 也會自己扣3顆傷害子 失誤 好酷喔 所以說我剛剛我的 赤鱔龍 如果又裝了這一張的話 對方打我會扣60低 代表說他會扣210低 直接爆炸 有沒有發現 太酷了吧 所以說 因為正常來講 目前吹風機的牌 很少人會放 其實幾乎來講 很少人會放了 所以說我覺得這張龍爪 蠻好用的 再來就是我們的 滑板車 滑板車貼在我們的 寶可夢身上的話 會撤退費用 僅一費 那我們這部牌 幾乎全部 幾乎全部都是 撤退費用 只要一費 有沒有發現 你看赤鱔龍 只要一費 很酷 老翁龍也只要一費 妹妹也只要一費 除了兩費的 只有智慧星 有沒有發現 所以正常智慧星 都是在後排帶著 再來就是我們的 反擊能量 反擊能量 當你獎勵卡落後 對方的時候 可以當任意 兩顆能量 所以說我們的赤鱔龍 如果身上有一顆能量的話 你只要獎勵卡落後期之後 你貼一顆 反擊能量 它就可以直接當三顆來用 有沒有發現 原本一顆加這兩顆 就變三顆了 就可以直接打100滴了 好 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水五顆 火五顆 馬上來測試看看 那這副牌算是一個 非常有趣的小人牌 非常有趣 那我龍姓勒 好赤麵龍 馬上來實驗看看 那這牌其實不貴啦 我芒果覺得不貴啦 我覺得還好啦 不算太貴 那你實體要煮的話 也可以煮來玩看看 就是跟朋友玩好玩的 那其實芒果有試過放龍妹 那龍姓妹妹的話 有個非常非常大缺點 就是當回合不能綠牌 再來有個更大缺點 就是說你不可能那回合 剛好手上有兩顆能量 可以讓你貼 有沒有發現這一點 那芒果測試了很多次 我發現說 哇太天啊 太鳥了 鳥到我已經受不了 你知道嗎 鳥到受不了 所以我就放棄了 就這麼簡單 所以不要罵我 我真的是 我真的沒辦法 我真的沒辦法 哇我貼錯了 我不應該上另外一隻的 這隻其實可以不用上 哦 他沒怪物哦 看一下怎麼牌 欸 卑鄙也沒有小人牌啊 因為對方就是目前 超級超級夯的小人牌 超級超級強的 目前各大賽場都會看見 對這副小人牌 真的是有夠OP的啦 太OP了 不過還好 我們也是小人牌 我們來對戰看看 因為所以不一定會輸啦 看情況 好不好 看情況 人咧 人咧 好 抽一張牌 因為對方剛剛沒有那個 腳踏車 OK好 先這樣子好了 我們先是不是 哇 對方先哦 好吧 對方先 對方先 沒關係 小蚊子出來了 所以說他現在等一下有可能 所以我的能量 我的道具自己要控一下 好 好拿星星沒問題 那他現在可能想拼交換吧 他小人牌打我會比較虧哦 我覺得 因為他自己會扣30滴血 我覺得蠻虧的 好 我想一下哦 我們先開腳踏車 好 青鳥先出來 那基本上他這個場地的話 我覺得我先不要下好了 可是我又想撤退 好尷尬 好吧 把骨子馬丟了 沒用了 來 我們抓個 我想一下 妹妹 要抓妹妹嗎 可是我目的只有一張那個 好 抓妹妹好了 好上去 那基本上來講 他應該是殺不掉我啦 我覺得 嗯 好 我貼給 算了 貼給他好了 怎麼今天卡卡的啊 怎麼會這樣子啊 好 場地下去 好 抽三張 我還沒有綠牌的 哎呦 滑板車也讚 來 拿個能量吧 真的有能量耶 太運氣太好了吧 有沒有發現 哇 我這手牌他媽順到翻掉去啊 太扯了吧 我跟你講 其實芒果這副我已經玩了好幾次 好幾場 真的玩了好幾場 不唬爛 我玩超多場 因為我覺得太好玩了 啊 這隨便貼沒差 所以芒果剛剛判斷正確 我應該要 我貼給他沒錯 雖然可是浪費了一顆 反擊能量 不過沒關係 我有充到能量了 所以應該還好 那他一下敢打我的話 他自己扣30滴哦 有沒有看到 我有龍爪 他自己扣30滴 那他的 頭巾正常來講 應該是完全沒有用 好 巢穴球拿 地安吸 OK 那我道具現在有三張了 要小心一點 好 扣30滴 那我只要進化出來 再完蛋了 哎呦 哎呦 想一下 好 直接拿那個 七七星鳥 今天是不是卡卡的 啊 剛剛對方好像也在卡耶 然後我也是玩那麼久地是會這樣卡 奇怪 等一下我想一下哦 好 直接你厲害 哎我覺得好酷哦 我覺得他完蛋了 我真的覺得他完蛋了 我覺得他會爆炸會不會 好 再拿一隻好了 好 直接殺掉 哇 哇 你看 直接打80滴有沒有發現 太誇張了吧 哎哎哎我貼錯邊了啦 算了沒關係啦 算了沒什麼差 反正我等一下應該抽到能量 所以沒什麼差 那我等一下如果抽到能量的話 我古芝麻還可以殺人對不對 我可以直接打140滴 好那我看一下 我的 呃 道具四張而已 打80 我要剛好殺掉 虧 100滴哦 哦 算錯了嗎 我看一下 12345 啊高級球啦 剛沒看到 好 我們派有這個滑板車的先上去 沒關係 那我們的妹妹直接送到目的了 正常 來哦 又水能量太好了 來 那我給他 然後這上去 然後想一下哦 等一下他蚊子可以打出大量傷害對不對 但是他的灰神山也可以打出大量傷害 所以我覺得我現在還是先 我想想看哦 他不管用誰打都可以殺我 所以說我覺得我還是先殺 然後殺誰都一樣對不對 好吧 殺誰都一樣 沒什麼差了 又有龍爪 我想想看哦 因為為什麼他可以殺我你知道嗎 因為他會直接獎勵卡 獎勵卡變成那個 150滴 有沒有發現 哇好痛哦 我跟你講150滴 那對方如果等一下 如果是GX打我的話 他就很虧 因為他扣60滴 有沒有發現 很酷 好 Copycat 我有6張 他就抽6張 那我等一下可能需要個能量 我可能要把老翁龍抓回來 我覺得 我等一下需要一張能量 哦 單架把它洗回去 沒問題 好痛哦 170耶 你看 直接扣60 超痛對不對 來我跟各位講 我現在如果有能量的話 我幾乎是 應該是穩贏了啦 我覺得啦 應該吧 我只說應該 來個能量啊 好 我們先把他救回來 好 我們現在需要拼能量哦 你看我老翁龍現在可以打多少 老翁龍現在可以打20加40變成60 60加強地變70 剛好秒掉他的小蚊子 有沒有發現 很酷對不對 欸 我覺得今天真的有點LAG耶 好討厭哦 來蠻果現在幹嘛 你們一定看不懂對不對 我在綠牌 我在壓牌 我等一下必須要抽到能量 什麼能量都可以 沒有能量我會大爆炸哦 哎 有了我想一下 可以可以可以 這樣可以 好 那先撤退吧 來 直接殺掉 然後貼個火能量給後面 可惜啊 我沒有拿那個 我 我兩張反擊能量都用掉了 尷尬 他等一下殺我 我就爆了 哇 我等一下全部做邪教了 那我道具有幾張我看一下 應該是爆表啦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 好直接爆表了 好 那他再殺我 我還可以殺他 所以我現在必須要趕快再養第二隻了 養不出來會很難看哦 嘿嘿嘿 這樣子沒 我養不出來的話 我只能靠什麼 你知道嗎 我只能靠 呃 反用那個 我們的那個什麼 呃 那什麼東西 呃那什麼 龍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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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只能靠龍爪了 反正我們已經用光光了嘛 就盡量用了 沒關係 青鳥好像不用了 好先不要抓好了 好繼續 我好像還在單價嘛 我必須要把老龍龍趕快再先救回來 來 我們用阻爪 你看我們綠牌 綠的很兇嘛對不對 哇糟糕 我怎麼沒有那個啊 等一下 對方 我看一下能量哦 對方能量 ㄟ 兩顆了 所以他剩下兩顆 應該是剩下兩顆或三顆 所以他牌還有二十二張 所以我不 他要抽到能量要抽到進化 我覺得有一點點難 有一點點難 好 太蚊子上來 他手上可能沒能量 可能是逗能量 哇又進化了虧 哇 場地一直蓋耶 那蓋不完 好豬爛 不要能量 ㄟ 不對啊 他現在能量 不要交換對不對 交換能量 交換能量 他現在必須要拼交換加能量 有頭巾 好 沒能量 賺 真的是賺 等一下 我想一下殺誰 我想一下殺誰 我想一下 我覺得殺邪教比較優先 真的我覺得殺邪教比較優先 好 我們殺邪教 好 140滴 殺掉 那應該是贏了啦 我剩一張獎勵卡 有沒有發現 那我現在已經貼兩顆了 OK了 OKOK 啊 單價抽到了 等一下如果真的不行的話 我還用腦龍龍充能 好不好 好 那他應該是有能量 8 8 我不知道 看 有了 是神抽嗎 是神抽嗎 我殺掉這隻 因為我們有能量 就直接爆炸啦 280滴 我扣了 我扣了 我已經用了14張 好 先 我派錯枝了 沒殺 這叫驚險求勝 有沒有發現 其實我覺得還好啦 因為他還有兩張獎勵卡 我如果抓我們的 等一下 我們抓老翁龍回來 有的 我貼能量他要知道 我有play的 那也是老司機啊 好 我們抓老翁龍回來的話 剛剛如果真的我們沒有能量的話 沒有辦法打的話 我們就貼老翁龍嘛 然後直接撤退 直接用老翁龍先衝人來揍他對不對 這樣子我們獎勵卡 我按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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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白癡 顧講話 按錯了 他有個骨子馬 我看一下 欸不對啊 他骨子馬他也下不去啊 對啊 他骨子馬他也下不去啊 好啦 我剛剛只是示範給你們看一下而已 好 直接把他殺掉 100滴 有時候講太瘋 然後我都會一直一直亂按按按按按錯東西 沒關係 反正你們已經看懂這部牌的玩法對不對 這部牌構造很簡單 非常非常簡單 剛剛芒果都介紹過 因為這就是另外另類的龍系小人牌 龍系小人牌 所以我覺得芒果覺得非常非常的好玩 龍系的小人牌 OK 好 那我覺得好像也沒什麼地方需要修改 如果你們想加龍妹的話也OK 但是芒果剛剛有講過說 你要放龍妹的話 其實你的手上基本上要有兩顆能量很難 真的很難 芒果試過幾次了真的沒辦法很難 如果你要放SM2的那個花五鳥來拿能量的話 代表說你的後排會大爆炸 有沒有辦法真的大爆炸 什麼都下不出來 所以說芒果嘗試過各種方法了 我覺得這個已經算很穩了 好不好 你最多最多再多一隻老紅龍 好不好 再多一隻老紅龍也是可以 好 那看你自己要怎麼修改都可以 那這部就是我們的赤麵龍牌組 喜歡芒果影片幫我按個訂閱及分享 小鈴鐺開起來這樣我直播就看得到啦 那芒果最新動態都在我的粉絲頁 記得按讚 掰掰